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單國際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就是有英國和加拿大的國會議員 分別提出要抵制北京的冬季奧運會 但是拜登對於這件事顯得投鼠忌器 至於第二單消息 就是在上星期四的時候 台灣方面宣佈了 要和大陸有邦交關係的南美洲國家 龜亞那的事 開設辦事處 但是不足24小時 就出現了戲劇性的進展 龜亞那宣佈要撤銷和台灣之間的協議 原來在這件事的背後大有文章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先去看看國際社會對於北京冬奧會的一些意見 英國自由民主黨黨魁戴維和部分工黨議員 敦促英國政府和英國的運動員 需要抵制北京的冬奧會 大維認為 在新疆所發生的種族清洗事件 證據明確 英國和全世界都必須要抗衡大陸 並且使用所有可行的辦法 予以阻止 至於工黨議員拜恩認為 英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應該提出要求 將冬季奧運會更改地點 如果是改不成的時候 英國就應該是杯葛這個冬奧會 至於加拿大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有13名國會議員聯署 要求國際奧委會 將明年舉行的北京冬奧會 改由其他國家去主辦 在這封聯署信裡面所提及的原因 大概都是說新疆的問題 當然 現在有些國家說要抵制 有些國家說想 國際奧委會去改主辦國 正如我們上一次提到 美國有一群共和黨籍的參議員提案 要求取消中國冬奧會的主辦權 當時我們也評論過 其實這件事不是那麼可行 因為到底由哪一個國家去主辦奧運會或冬奧會 就已經是有一個既定程序來通過 從來都沒有試過改變主辦國 反而來說 正如某些英國國會議員所提出 某些國家的運動員 他們主動不出席某一次的奧運會或冬奧會 這個就相對容易很多 因為就是純粹個別國家他們自行作出的決定 而事實上這種情況以往也是發生過的 比如說在1980年蘇聯莫斯科所舉行的奧運會 曾經被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作出抵制 因為那些國家就要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 所以這個情境反而就是曾經發生過 你說改主辦國就從來沒有出現過 我相信機會都很低 你說有沒有國家可能他會 個別自己不去呢 那就有可能 其實一個國家如果決定不去某一次的奧運會或冬奧會 都已經是相當不給面子的主辦國 而且所付出的代價都很大 尤其是對於那些運動員來說 因為他們經歷過那麼長時間以來的訓練 無非就是部署 要在奧運會當中 取得好成績 如果一下子說不去的時候就犧牲了那些運動員 所以究竟會不會到最後有些國家不去呢 暫時未見到這個跡象 但是有部分的國家 比如說美國 英國 以及加拿大 就已經 醞釀著 這一種的輿論 以及製造這一類的氛圍 至於德國媒體經濟周刊 前天刊登了一篇報導 他們就引述了外交圈的消息人士指出 說拜登的顧問 正試圖在遊說歐洲各國 一起抵制在明年2月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但是 歐洲到目前為止 那個反應都是相當冷淡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巴黎將會在2024年的時候舉辦夏季奧運會 歐洲多國就擔心 如果他們拉隊說抵制北京冬奧運會的時候 中國都會反過來 抵制巴黎的夏季奧運會 報導所引述的消息人士就警告 這個將會是後果相當嚴重的烏龍球 其實拜登對於北京冬奧運會的態度顯得投鼠忌器 現在面臨著兩大問題 第一 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如果要拉隊不去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有足夠的國家陪他 作出這個決定 才會有一個效果 如果他純粹自己說不去 搞到其他國家大部分都去的時候 反過來就變成他很醜 因為這樣就正好反映了 原來拜登的號召能力是很有限的 而且凡沒有陪拜登不出席北京冬奧運會的國家 就跟拜登不是同一條船 也不是同一條心 只會是自暴其短 至於第二個難題就是 原來根據德國這一篇報導所說 拜登年輕一輩的顧問傾向支持抵制冬奧運會 但是老一輩的顧問的態度相當有保留 其實要視清楚拜登的底線和真正的態度很簡單 現在有一班共和黨的參議員 作出了一個提案 他們要求北京冬奧運會更改主辦國 去到表決的時候 一事變之龍與鳳 到底你那班民主黨的參議員是怎樣投票 你是贊成更改還是反對更改 基本上他們的投票就已經是反映得到 到底拜登的取態是怎樣 不過純粹根據德國媒體的這篇報導所描述 就已經是足以反映得到 拜登是一個投鼠忌器和憂柔寡斷的分軍 除了某些國家的國會議員之外 由180個人權組織所組成的國際聯盟 在上星期三也發表了一份公開信 呼籲抵制明年舉行的北京冬奧運會 他們在這封信裡頭所持的原因 其實主要都是說新疆的問題 也有提到內蒙古和西藏的問題 所以在國際社會上 的確出現了一些 說要呼籲抵制北京冬奧運會的呼聲 所以是不能夠忽視的 但是現在來說其實都是言之上早的 因為冬奧運會在明年2月才舉行 現在還有一年的時間的變數也很多 接著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歸亞那事件 其實台灣一早就 敲鑼打鼓 說會在當地設置一個台灣辦事處 由於歸亞那就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邦交關係 所以本身來說 在台灣也好 或者在美國的外交界也好 對於這件事本來就相當振奮 但是不到二十四個小時 歸亞那就是改完疫設 就說不行 跟你那個協議 其實是 誤會 不讓你來再搞了 這個辦事處 原來背後就是 大有文章 根據報導所說 大陸方面 施展了一招 叫做疫苗外交 大陸就派出了駐當地的代辦 和歸亞那的外交部進行會面 據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大陸曾經是威脅 要停止對歸亞那的金錢援助 和疫苗的援助 中歸雙方 在會談結束之後 他們的外交部 在二十四個小時之內就轉態 發表了一份聲明 就是和你台灣是一場誤會 原來 中方就承諾 向歸亞那提供 兩萬劑的武肺疫苗 歸亞那表示了油沖的致謝 原來到了最後 就是被兩萬劑的武肺疫苗搞定了 根本上就是刮到拜登和布林肯是口腫面腫的 大陸就弄了一份這樣的大禮送給你倆 其實是相當具有恥辱性的 因為拜登和布林肯上台不久 就已經搞出了大頭髮 而且 台灣說要在當地設置辦事處 美國國務院還在附和他 還說這件事是好事 當大家都以為 你既然這樣公佈的時候 都已經是坐定粒錄了 都已經是志在必得了 原來不是的 二十四個小時之內就出現了變卦 根本上就是 其次大辱 還要被兩萬劑疫苗搞定了 你布林肯作為國務卿又尊嚴何在呢 美國駐歸雅大使館得知歸雅轉體之後 感到相當震驚 其實 美國國務院的那種取態更加令人震驚 說得好像是 搞得了 水到渠成 原來也不是那回事 正式吃到賣口 被大陸使出一招 就已經令到你要吐出來 最好笑的就是那些左膠KOL 對於這些那麼肉酸的事件 完全提都不提 當沒事發生一樣 每個阿力上身繼續吹捧拜登布林肯 你只看歸雅這件事就知道他們的處事 是很粗疏 起碼來講你要等到台灣開了辦事處才說 你等到他變成寄成事實的時候 你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 他後來再關就另一回事 起碼都開過 現在開都沒開的 就被人落面了 簡直不知所謂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